請合照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句是大家阿彌陀佛 我們把那個推過來 我們昨天講到這裡 無有乖 無有恐怖 我們先來看 無所得連結到前面 無所得其實就是 我們講 一切法無自信 無自信其實是針對部派說的 阿喊的說法是 一切法無我 波羅經基本上就是講一切法空 有時候會講諸法無所有 像阿喊經裡面講 那麼 二七二經裡面說 那麼講 魚住世間 則無所取者 自覺涅槃 那麼基本上就是 不取著於 主要其實是不取著於五運 十二處十八見 後面有一些人會 只取所謂的 緣起四地 來自於 來自於 涅槃 所以 後來就 基本上把它列式叫做 法職 也有這種觀念 金剛經收 法善因捨何況非法 也是在講這種功 也是在講這種意思 那麼這五所得前面 就是 就是五運 我們一心經說的 就是五運 這個其實就是世間 五運世間 二七二經 我們昨天引用的 那麼 蜘蛛世間 你這樣了解 無所有 就 不會 止取 那麼就可以得涅槃 那麼跟這裡一樣 無乖愛 無有恐怖 有你顛倒 那麼五運 六處 來自於 智跟德 好 那麼 因為無所得 所以 他就 基本上講到 因為無所得 所以就無掛愛 無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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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無有恐怖 無掛愛 就無恐怖 這五恐怖等下我們再來說 五恐怖 五恐怖 跟遠離顛倒 萬無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顛倒悟想 最終就進涅槃 就二七二經講的 于助世間則無所取 無所取者自決涅槃 一样的道理 好 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引用 这一些 比如说二七二经 这一些来讲 告诉你 其实就是要回到 我们跟大家说的 出席大圣的波德经 是要抉择无我的甚深意 他不是离开佛说的之外 另别有说法 有些人会认为 大圣是佛弟子说的 大圣不是佛说的 不是佛法 其实不是 他就是要抉择 真正的佛法 就像大圣人里面说的 荣述而讲 佳瞻眼女子 这些 就是论利的这些人 在种种法里面做论利 离开了佛所说的真实义 那么现在我们先讲到这里 一种旧心涅槃 那么这里 挂爱其实就是直取 就是你心有直取 直取一切法 那么就有挂爱 就是心 心只有一切法 就住一切法中 他就是直取 那么有时候讲无所得会讲 波罗经有时候会这么讲 诸法无所有不可得 他有时候也会这么说 就无自信 诸法无所有不可得 就等一下我们可以的话 就再来引用一些经 这个无有恐怖我们讲 有五种部位 五种部位 上次 昨天我们就讲到五种部位 这个恶民位 恶道位 恶民恶道不活 那么生死 这是 然后最后一个是大众威德位 那这个 这种五种部位当中 五种部位当中 主要 以阴顺导师的心经的解释 它主要是指 生死部位 但是其实 你有生死部位 其实都会有 这一些部位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直取 我见 只要是这个 有我我所 我见 我执 那么在波罗经里面当然 除了我见之外 还有法见 就是我执跟法执 它通常就是这两种 我执法执 因为我空法公 那么执着法一样 对法的执取 一样会引起部位 就等下我们来讲 我执法执 所以讲我空法空 那么这五部位我们说过了 那么我们如果看 读这个 现在先来讲这个 这个恐怖五种部位 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的对照 导师说 这里看起来是指生死部位 那我们来看 看以无所得故 这里 就第二章 卷九劝持品 第一章先不用看 现在我们来讲无所得这里 第一章应该大家对照一下就知道 就不用再讲了 看第二章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那么这一段经文 那么他如果 依这个《般若经》 有两个地方 跟讲的这段经文是一样的 那么一个是我们说 劝持品三十四 第三章 大明品三十二 那我们这两个先来看一下 他说 佛根四体还阴 讲 四体还阴 就是玉界天的道立天主 道立天主有很多名字 那你看 他又叫四体还阴 又叫做焦斯加 那么奴当受世 般若波罗蜜 持读 诵说 正义念 那么 正义念其实就是如理思维 那么持诵读说 其实就是 你把他背起来 观之在菩萨 行圣不得后面这样念 好 何以故 你看 若诸阿修罗 身心 就称称心 一般来讲 阿修罗常常跟天上战斗 那其实 天上比较殊胜的就是五玉 但是阿修罗也有比天上殊胜的 就是阿修罗的女众比天上的女众漂亮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他说 身体这个心 贪心或是称心 要跟三十三天共斗 那么这个是 经典里面常常这样说 事实上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阿修罗跟天会打仗 主要是三十三天 那四王天是护卫 道立天的 其实是这样 阿修罗基本上 他就是说 在六道里面 有一个特别有一个叫做阿修罗道 那佛陀其实没有把阿修罗列为一道 那后来读子部 布派里面的一个读子部 把阿修罗列为一道 变成六道 那你看大字里面 有时候讲五道 有时候讲六道 就是在龙树的时候 阿修罗有时候就被归到 所谓众生的类别里面 那有时候是散在各个类别里面的 所以有时候讲五道 有时候讲六道 主要是有没有阿修罗 那阿修罗一般来讲 就是有天 有天的福报 没有天的德性 那一般我们就说 有公无德 有公无德 阿修罗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很会做善事 那么平常心地也很好 就是他很护持 比如说他很护持佛教 或者很护持其他的人 做善事做的很多 但是脾气有一点不太好 就是你要是都听他的话 他就很照顾你 你要是武力他不听他的话 那么他也可能折磨你 这种其实在佛教界也蛮多的 他护持这个道场 护持这个法师 这个法师 那么要是把他当第一位 那么他就非常的护持 你命都可以给你 那如果这个法师 对另外一个居士 比对他还好 那你就惨了 那么他就开始 为什么我这么护持他 那么他给我的东西 那么或是竟然比 给那个人的东西还差 他就很生气 他不但气这个法师 他也气那个居士 那他平常捐钱捐倦多 都排在第一位 忽然间给他排到第二位 他就非常生气 他拜佛的时候 都要让他先上来碾香 那么而且要第一个 现在有一个捐更多的来 他排第二个的 他就很生气 那么这种叫做有功无德 但是他还是会护持 这种在佛教界非常多 这种就是直取功德 那么他会直取 他对这个道场的付出 对这个佛教的付出 对别人的付出 但是他很甘愿付出 如果依他的义 其实他命给你都不要 但是如果你不依他的义 他可以给你拼运 他的命也不要 那么这种基本上 我们叫做有功无德 这种就是他带有 相当强的称恨心 但也有相当强的善心 这种时候到哪里去 他因为他做的力量也很大 他做的善事也很多 帮助很多人 建很多事 但是他的称恨心很强 但是他没有造杀业 他只是称恨心强 骂人那个恶口 他不留情的 所以这种可能大概就是 会做所谓的阿修罗 阿修罗接近天 但没有天的德性 但是也有天的福报 因为他善业也做得多 所以他生到那个天的时候 他像人间嫉妒那些善人一样 他在天上也嫉妒天 常常动不动就要 找天上的人 就是斗争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讲到阿修罗的时候 阿修罗跟罗差不一样 跟要差不一样 基本上就是 我们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行善的时候 或是在布施 或是在护持道场的时候 那么要记得 我们每一个 当然你只要是你 善心付出的 那么他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为乐故事 后必得安乐 就是你一定会得到 跟他相等的这样的一个国报 但是如果你的善的行为 没有 就是跟你善的付出 善心没有等同的话 那么你还是会有国报 但是这个可能就会 多到阿修罗道里面 阿修罗道也不是不好 但是其实 阿修罗道真要讲起来 福报比人大 但是实际上比人不好 那一般我们把阿修罗 列在人之下 列在人之下 天人阿修罗 那也把它列作善道 北传的啦 把阿修罗也列在善道了 南传的就不是 把阿修罗是列在恶道 那善道 北传的列在善道是因为 他的福报 那么他所说的福报也都是跟天一样的 所以列在善道 南传的列在恶道是因为他的烦恼性 他不如人比人来差 那么跟三恶道 类似类似 所以他是列在恶道 大概这样 那佛早期的经典基本上讲五道 那有些说是阿修罗是善在各道里面 都有这样的 就是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会提醒 不管是法师居士都一样 就是你一定 修行 龙述也有讲 修行第一个要调伏的就是称恨心 要不然你称恨心意起来 你修的这些功德 那么就是你做了这些善事 他就会变直 就会变直 就好像一台车 新的 你稍微撞到 只有一半的钱 要卖只有一半的钱 你修的这些功德 本来有一百分 但是因为你起了称恨心 那么你可能就只剩下五十分 但是你还是会有福报 就好像比如说我要布施 那我布施了给这个法师 或是布施给这道场 我是很欢喜的 可是后来那个法师 对我没那么好 来的时候没有给我喝最好的茶 那么他心里面就觉得 早知道我就不要扶持了 后悔 那会不会没有福报呢 也会有 但是就是他不能受用 就是说他账户或银行里面会有很多钱 但是他就是用不到 他都是留给别人用的 他没有办法受用 他自己过得很刻骨很节俭 就这样节俭刻骨到死 那其他的都是他的后代 他们在享用 就是他不能受用 但是他可以拥有 那么你做善事或是做了很多的善事 那么你后悔 或是他那个值 就是你那个量不等于那个值 虽然你做了很多 但是你那个值不好 所以在你享受福报的时候 你可能会拥有很多 但是你不太能受用 就会有这样 但是你名下还是有很多 你拥有的你觉得 这个都是我的 这个都是我的 但是你都不能受用 你阳明山有一栋房子 那么汽车有好几台 但是你就不能受用 你就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就是不能住在那里 那里就是给什么人 所以你就不能受用 你就必须要住在比较那种减弱的地方 开的比较不好的车 那如果你有杀业的话 拖到业那就不只是这样了 就是说 但是他还是拥有 他还是拥有 但是他不能受用 就是你的房子住不到 你要住医院 那个车做不了要做伦理 就很多东西是这样 那这种其实就是说 但是如果你没有造善业 连这个都没有 连这个都没有 你可以吃最好的药 你可以住头等病房 对不对 你可以做那种最好的伦理 但是如果你没有善业的话 那你就不行 连这个都没有 所以我们做善事的话 所以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应注色不失 不应注身香味触法 恶行不失 心空会很重要 就是你执取 你执取我的功德 我是不失给你的人 我不失了这么多 那么你就执取这个 那执取这个就是过爱啊 过爱就会起烦恼 起烦恼就会起什么 起承认心 起承认心忍不住 发作出来 那么就形成 形成什么 形成恶业 但是你还是继续做善事 那你说我不行给他 捐给别人 你还是一样继续做善事 那么这种人 一生就在做善事 但是一生都在起烦恼 善事做越大 烦恼起越大 那么这种很容易做阿修了 那有些他会做天龙八部 就是一些药叉 蛇药叉那种 那种是四王天底下的 灵的 那个又另外一回事 那所以我们 因为我看到很多 很多佛教徒很发心 但是发的心不是菩提心 不是无所得心 不是大悲心 因为我们讲这就是善心嘛 你不要 你就是你做就做 那你努力做 那么今天 今天就是我 我努力护持这个人 这个人死掉了 我护持他的功德 不会消失 我护持这件事愿 这件事愿倒掉了 我护持的也不会跟着倒掉 你知道吗 今天我护持这个人没有人知道都没有人知道 英国也知道 不会说没有人知道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写名字 写什么写什么 以前都是要写在龙柱上写在庙门上写在石碑上 那没有写到你的名字 你就会觉得那功德 那没有写我就没有功德没有 你就是写一百个功德也不会成一百倍 你就是没有写功德也不会消失 业果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你比如说你护持到场 那也不一定师父要知道 或是你的名字要写上来 或是要点一盏灯 或是要写一个名字你才能消灾 没有 没有不是 你就算都不写 比如说今天来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因为我现在要讲 其实是要讲直取 有功无德直取这个 这个比一个例来讲 比如说我要捐一万块给靖学院 那么通常是这样 通常是做好会的时候 做好会的时候我点一盏灯 靖学院帮我点一盏灯 替我照明或是法会的时候 帮我写一张冤对主的牌位 或是超度谁 或是法师帮我送一部经 那么我捐钱 那这样的话反而功德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你比如说我捐一万块 假设我只是举例 那这样的话反而功德比较少 那这样的话反而功德比较少 我捐一万块 那么这个法师帮我诵经 或是试验帮我点灯 或是帮我写下拜 帮我练经回向 那么这样是其实是一种 一种交换的就是 我拿一百块给你买一包米 类似像这样 你去看医生 你去看医生 医生也没有要给你 只是告诉你这什么病 什么病回去也要问诊会啊 那你拿钱给医生 你有没有功德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功德 因为你是交换来的嘛 你是买功德的 那今天如果没有 我就是只是基于 基于 因为你认为 你心里面认为 我捐这一万块给禁绝院 禁绝院的法师帮我诵经 帮我消灾 所以这个叫做花钱消灾 你知道吗 一般是这样 你花钱是要消灾的 你花这个钱不是你布施的钱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你花这个钱要消灾 要买功德的 并不是说我无施 我因为禁绝院存在 可以利益很多人 带给很多痛苦的人安慰 带给迷茫的人方向 带给没有力量的人有力量 好 那我是因为这样 他不一定要利益我 但是他可以利益别人 所以我扶持禁绝院 因为他把佛法带给众生 让众生得光明 把力量带给众生 让众生得到信心 那么把这个道理讲给众生听 让众生得到欢喜 反正就是他可以利益众生 他的存在 对这个世间是一个有利益的事 所以我扶持他 我无所求的扶持他 他不一定对我有利益 但实际上我在这里得到利益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扶持他 那么不用帮我点灯 不用帮我批牌 不用帮我送进不用 我纯粹只是想利益众生的心 那么这样的心 你才可以得到真实的功德 那么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居士的那种 布施也是布施 但是那个布施都是叫做有杂烂 比如说反正就有法会嘛 那大家在送亲吗 那很多法师帮我 帮我送亲 或是我在这里 因为大家法师送亲 我可以消灾 其实你都是花钱消灾买功德的信 你拿五十块去买花生 那个卖花生给你的人 要不要感恩你 不用啊 他感恩你干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你有钱给我 我有花生给你呢 等值的吗 是不是 那这样的先彼此都没有功德 那个 那个卖花生的人也不会感恩你 当然他会你去帮他买 你不去帮别人买 他也会想办法拉住你 你在我这里买吗 我可以赚钱吗 对不对 那你去 但是他也没有那种 我花生给你 假设他花生给你 他不跟你收钱 那么他就有恩于你 假设你钱给他 不跟他拿花生 我只是帮助你 那么你有恩于他 那你做好意思吗 所以我们现在的观念要改过来 我们护持佛教 我常常觉得佛教徒就是 就是在家出家嘛 那么在家弘法立身是本物 那出家 那在家就是护持佛教 那么出家就是弘扬正法 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弘扬正法 舍我其水 护持佛教当然不让 这个是世众弟子应该要有的观念 那么也不要说那寺院可以帮我消灾 不是 灾难要消除是因为你有那个善心 造那个善悦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宋经 宋经他消悦 那么因为昨天有一个居士 也跟我讲说他送心经有一些感应 那么不一定要知道道理 就是宋经他就有 有这种 有这种趋吉弊中消灾免的功效 是有不是没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 但是我要跟大家 就是佛教徒一些错误的观念 一定要先釐清 就是说我们来护持佛教 我讲过嘛 你护持佛教要当仁不让 为什么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喜欢这里 当然这个也是其中之一 不是因为这里可以带给我利益 不是 而是我之所以护持他 是因为他可以带给众生利益 一定要跟菩提心相应 跟大悲心相应 最重要的要跟无所得心相应 要不然你就会有瓜 真的你就会有很多瓜 我捐钱给你 不是捐一块 不是捐一百块 假设我捐的比较多 我捐的比他多 为什么 你对他比对我好 我考虑这个就是心有瓜埃 有直取 那么你开始就起烦恼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善事后悔 未来你要做的善事 你不太想做了 那么你不做是谁没有善业 你没有善业啊 你没有善业啊 就好像说 有一些佛地理会讲 会怪佛陀 佛陀你如果不跟我讲 我以后不学了 你不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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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没有损失啊 你不学佛 佛没有损失 损失的是你自己 你不做善业 损失的是你自己 你不发善心 损失的是你自己 那么这些观念 那么很多人其实没有 都停留在花浅消灾的 这个层面上 那其实以后要改过来 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这个就形成 这个就形成两个坏的现象 一个就是 试验要不断的办法会 他才有收入 一个是 因为他们才会来嘛 那么 那么居士 就是试验有法会 他才去 他才扶持 那么这样就形成 变成法会试验 不可少的 那其实这种观念 都是错误的 那佛陀 佛陀的王舍城 佛陀的这个奇远金色 竹林金色 所有的金色 他是 他是怎么样 怎么样维持的 那么那一些居士 是怎么样 出国二国 是怎么样升天的 难道佛陀有帮他送金消灾吗 有帮他点灯吗 有帮他写牌位吗 我告诉你 没有 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 就是我们学习佛法 要把这些 就是弄清楚 因为现在佛教界都是这样 那其实这样 其实不合乎所谓的 就是说我们的发心 不合乎大悲心 不合乎菩提心 不合乎无所得心 就是会太执着了 那么这种执着 就会产生很大的过犯 那么万一他不符合你的意 所以一开始你越发心 越发心的人 到最后他越会退转 为什么 因为境界不可能一直如他的意 会这样 以前对我那么好 现在比较不好 或是人家有比你更发心的 因为我就见过啊 比如说他每次都是捐最多的 所以他占第一个 很执着这个哦 因为他占第一个 他就比较风光嘛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他占的 后来有一个人 比他更多的 叫他占第二个 他就不愿意了 平常都我占第一个 人家叫我占第二个 可是他也知道 捐最多的占前面啊 可是他心里面不符啊 他今年捐最多 我每年都捐最多啊 他就心里面 他就开始执取 执取那个第一 因为人是这样嘛 不是执取第一 就要执取唯一嘛 就是这样啦 那么他开始就 开始起烦恼 那么起烦恼可能就是 他做那些善业 善心 开始就会退转 那么这些 善心有善业 善业有善报 恶心有恶业 恶业恶报 那么 所以就变成杂兰 杂兰报 那杂兰报就是你 你会前几年 前几年你都杀善心嘛 好像是无实 其实不是 那么就很欢喜 那么后几年啊 阴眼变啊 开始不欢喜啊 所以有些人前几年 福报很大 后几年就开始受苦了 就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要避免这样 我们要很单纯的就是 其实就是信空 就是不执取这个世间的一切 包括我们对 就是我们护持 然后我们修学也一样 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种观念 其实就是我以前也是这样啊 后来我知道这个我就 不会说 比如说 第一个 我们护持就是护持 就是这个试验后来变了 这个人变了 我们也不后悔 因为我护持的是当时他那个 用功用心的人 是那个证件的试验 后来他变了 那是他变了 我不是因为 因为人也可能变嘛 因缘也可能变嘛 对不对 那么但是我当时的发心是真实的 我就是护持他的 我以为他是证件的 但是我的心是要护持证件的 真实给众生利益的 那么后来发现他确实不是 那也不伤害我 要护持佛教的心 没有啊 没有为师啊 你知道吗 就好像说 比如说我要盖一个医院来医治病人 后来这个医院盖不成 你盖医院的心的功德已经成就了 真的 这个是医院盖成就地震倒了 誓愿会倒 你的功德不会倒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是真实的 坚固的 其实就是这样啊 那你不坚固就是遇到境界 因为执嘴 因为有关爱有执取 就会开始不坚固 就容易退转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他说 若诸阿修罗身心欲以三十三天共动 教师家 如二时当念诵波罗波罗蜜 就是念诵波罗波罗蜜 那么基本上这个念诵波罗波罗蜜 其实他有两种 一种就是 你比如说 我们叫做文字波罗 文字波罗比如说 观世在菩萨行生波罗波罗蜜 照见五云切空 这个是一个 但是他前面已经跟你讲 持诵读说正义念 这也就是如理思维 你要知道他的理 你不是只是念而已 但是就算你只是念也有力量 那力量不是来自于这个经 是来自于你的心 我以前常常说 书胜在理不在文字 功德从心不从声音 这个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有吗 诵经是用诵经明理 静置身心 是要净化自己的心得 重点是你心专注就有力量 今天不要说你念心经 你念大悲咒 念准提咒 念阿弥陀佛 乃至于你念桌子椅子 他心都有力量 因为他专一 他专一就有力量 自心一处他有力量 你想想 你想想 那个修禅定的人 他也没念什么 他就在念呼吸 念到心专注的时候 他可以引发神通 他有神通 不是因为他念什么 只是因为他心专注 他有神通 可以飞 可以天眼 可以天耳 他念什么 他只是让他的心专注而已 所以心专注就有力量 心专注就有力量 那当然 他用这个来告诉你 让你心专注 那为什么要念心经 因为专注之后 只之后做官 心专注之后 正念正定 之后再去做这个官 那么你就可以引发无漏 所以 所以是这样 那当你如果没有官 你单单指 他还是有力量 就是你心专注 他就有力量 那如果你虔诚 就比较容易专注 其实是这样 那所有的宗教都有 不是只有佛教 那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 讲一些例子 他说 假设阿修罗 升起承认心 要来找 刀立天 打仗 那么 他告诉这个四体幻音 刀立天主 刀立天有33天 刀立天有33天 那么33天 全部归 这个刀立天主管 他是中间 东西南北各有八天 其实是这样 这个四大天王是守护33天的 那四大天王统领的都是夜叉 夜叉 就是我们叫善神 也可以叫有才鬼 就是这些夜叉 那么 他说 假设你这样念 阿修罗的恶心就灭 更不复生 那么 这个是剥了心情的力量吗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佛陀说 你遇见那个蛇 或是遇见 遇见秤认心想伤害你的人 你要用什么心对峙他 持心 持心 对 那么你持心生起来的时候 因为你跟他不相应 而且你的持心比他有秤心大 你的持心比他有秤心大 他的秤认心影响不了你 你的持心影响到了他 其实是这样 那么 所以他的秤认心就消失了 其实是这样来的 好 那么 所以 那么 但是他这个般若是无所得心 无所得心 就不管他 他不只取一切 所以他就不受一切影响了 那么不受一切影响 就没有一切的不好的反应啊 所以他不会有后续的一些 因为 假设有那个因 没有那个缘 那也不会生啊 因缘不合合啊 两不相应啊 所以他就不会有后续打仗的这些事嘛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若诸天子 所以导师说 主要是讲 死的恐怖 五部位里面生死的恐怖 那这里也是这么说的啦 我们看 他说 若诸天子天女 五死相现死 他的五死相就是五衰 天人有五衰 五衰相 五衰 人是死之前 他有种种的相 比如说要老啦 病啦 呼吸急促啦 种种这些 那天人是五衰 衰相 他不会老 天人不会老 天人有小时候 他有长大的时候 但是他没有老的时候 他没有老 天人也不会病 我们有老病死 他们没有 他们只有死 但是天人出生的时候 要看哪一天啊 那如果是道立天的话 一般来说 经典记载的啦 大概像五岁的小孩 五岁的小孩 一出生就是五岁的小孩 那他是化身的嘛 他是化身的 男的女的都可以生 那因为我们是太生的 只有女的有胎盘 他才能生嘛 那天人不是 天人是化身的 男的也可以生 女的也可以生 那他生基本上就是化身 那他生基本上就是化身 比较高级的天人 可能就从臂膀这边化身 那比较低级的天人 可能从膝盖这边化身 就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 就从膝盖这里 奔出一个 化出一个 不是膝盖裂开 不是 是从膝盖这边奔出一个 五岁的小孩 那如果再高级的天 可能就六岁 七岁八岁 这样啊 我没有去过天上 不过是天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经典说的啦 那么 那 他要生的时候 他不是说 像我们生的时候 是动物都不太一样嘛 像像是三年嘛 人大概就是十个月嘛 那 会慢慢慢慢成长 不是 他忽然生他感觉到 我好像又生了 然后就一下来就出生了 就化身 然后就在旁边 然后这小孩子慢慢慢慢长大 长大不会老 那他怎么死的呢 就是酸像 酸像 那么 酸像就是 一般来说 当然有不同的说 但是主要就是说 他平常不会流汗 那 那一天流汗 有味道啦 平常没有味道 有味道啦 那他坐 坐在那个地方坐不住啦 身心不安啦 就坐在那个椅子上 坐不住啦 如果是天人 如果是道立天主 本来坐在那个椅子上 坐不住啦 就 就 就身心不安 然后身上开始有 有味道啦 有 有稍微不好的味道啦 然后 他头上有花 天上不下 椅子下花 那有一些花 他有一些人 有些那个天人的这个花 都在这里 不会枯萎 他不会枯萎 那个花开始枯萎了 有些人说他官名比较弱啦 反正就是 他这个叫做栓相 这个栓相 这个栓相是栓相 那么栓相就表示他要死了 他要死也很快喔 他栓相没多久他就死了 好 那么他说 天子跟天女五死相 就是五栓相 就是要死的五种栓相 就是要死的五种栓相 现前的时候 他会堕到 因为他天人知道死要死到哪里去 像我们都不知道嘛 我们不知道死了之后 到底会到哪里去 但是以你的夜报 你自己差不多也知道 但是 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天人是知道的 天人 天人出生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是从哪里来 天人一出生化生吗 他会先想 我问 第一个 他会先起三个念头 第一个 现在这里是哪里 因为天上有很多种啊 这道立天 东边的西边的 燕摩天 什么天 不一样 好 那现在这里是哪里 一觉醒来这里是哪里 不知道 这都忽然间化生起来 这里是哪里 那么 这里是道立天 假设啦 这里是道立天 东边的第二天 然后哪里的地方 那 我是因什么 我为什么会生到这里来 他先会想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样人也一样吗 忽然间 忽然间昏了好几天醒过来 现在这里是哪里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就想 因为他有 天人有宿命 宿命通 没有天人通 他想 因为我过去 造了十善业 然后他又会在想 然后他又会在想 我为什么会修这十善业 因为我 比如说 因为我过去生 在禁诀院 这个发行 三十年 四十年 然后又 常常受八观灾界 受五戒 吃素不失 所以我因为这个业生 都听上来 他会想 他又会想 谁教导我 让我在这个禁诀院 这样 行善布施 慈戒的 慈戒伸天之法 哦 原来是道隆法师 好 那么他天人 他天人 他天人就会在上面 就会感恩 他就会时常照念这里 就会有天神 他偶尔就会来 偶尔就会来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天人的报恩心比较强 他也可以知道 谁伤害过他 但是他不会去报仇 他不会想 是谁害我的 没有 因为他现在受罚我的福报 他只想 谁 谁曾经帮助过我 让我升到天上来 那么他就在天上守护他 护念他 他有灾难的时候 就会尽量帮他 或是化成什么 谁来引导他 叫他 比如说他要照页的时候 告诉他不要照 或是怎样 就是他会去中 就是他会想办法 让他就是比较好 逢凶化吉 这样 那就是他 他常常念报恩 报恩心很强 那如果鬼道就不是这样 鬼道受苦 他生到鬼 到底是谁害我的 那么他知道那个人害他 就天天守在那里 准备要害他 真的 就是这样 那所以 你常常想着 是谁害我 是谁害我 你很容易逗鬼道 你那个心 就是那个圆 就是照那个夜 心所在之处 就是圆所在 圆所在就是夜所在 夜所在就是你下辈子所在的地方 所以 我们在这个世间 有时候遇到好人 有时候遇到坏人 有时候遇到好事 有时候遇到坏事 都有伤害我们的人 都有批评我们的人 也都有帮助我们的人 也都有支持我们的人 记得 你的心要常常念着 那个帮助你的人 要少念那些伤害你的人 因为你一念就起怨恨心嘛 那你的 到最后是 你要去哪里 是以你的夜 你的习惯跟你的心 可是你的心 都是有好有不好嘛 不好的比较多 比较重 夜是哪一个先重哪一个先去嘛 你的习惯都是 习惯念谁伤害你 习惯也要报复心 那么你常常有意无意的 就是这个心强 就照这个恶业多 那你怎么可能会去好的地方呢 但是如果你常常 你即使也有人伤害你 假设有十个人伤害你 其中只有一个人帮助你 那么你的心 一天假设有十个小时 你九个小时都在感恩 那个帮助你的人 那么我告诉你 你未来一定会到好的地方 假设有十个人 里面有九个人 就是有九个人帮助你 但是有一个人伤害你 那么你天天十个小时里面 九个小时 都在想那一个伤害你的人 九个帮助你 你都不想啊 很多人会这样哦 比如说这个事业里面 大家都对他好 比如说 比如说不管是在家出家 都有这样的 比如说居士很多嘛 各式各样的人嘛 各式各样的习惯嘛 那么这些居士里面 比如说有二十个人 其中有十五个对你很好 有两三个对你不好 那我们的习惯就是 那十五个人对我好是应该的 可是那两三个对我不好 很不应该的 天天想这两三个人 很奇怪 然后就开始 怎样怎样 开始想 然后就怪到 师父怎么这两三个人 怎样怎样 因为这两三个人 怪到所有的人 然后就开始 那个地方是非多 那个地方不清净 那个地方怎样 那一开始就不来啦 那去到其他地方 又遇见这样的人 那就觉得佛教界都不清净 全世界都不清净 只有你最清净 我告诉你很长喔 我是很常见到这种情形的 那你要记得 你要想那一些 为什么人死的时候 要念你所行的善法 人死的时候要跟他讲 你不要跟他讲 你做什么坏事 做什么坏事 不要 你要跟他讲 你做过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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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要明明中之前 所以为什么 你看地藏经明明中之前 跟他讲因果 跟他讲菩萨的殊胜 叫他发心 反正这些嘛 讲他做过什么善事 讲他的成就 让他在灵命中的时候 这时候的心是善心相续 如果他不能 因为一般人没有办法不执着 如果对出家众多 的话 佛陀 你看佛陀在出家中要往生的时候 因为人要往生的时候 很大部分都是因为病 他开始的时候 就告诉他 不要执取 无我相 无人相 讲这个 色是无常的 色是无我的 受想形式 讲这个 但是在家的时候就不是 因为他平常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你叫他不执着 那是没办法 叫他蜿蜒放下 他放不下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无所得 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心情慢慢慢慢 训练无所得 训练无所得 就是 不用害怕 所以这里讲到这样 你有这个观念 其实未来你是不会害怕的 就是灵命中的时候 迷流的时候 所有的境界来 你也不会害怕 你不执取 你不执取 一切不执取 就一切不恐怖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要跟他讲 你这一生很伟大 当然要讲真的 不可以讲假的 他讲他实际上有做的 比如说你吃素吃了几年 皈依信佛 你牵着 护持佛教 帮助很多人 就是你知道他的一些善事 你都要讲 那你栽培子女 这个牺牲奉献 那么讲他好的 因为人一定有好的地方可以讲 所以你让他生起这个善心 欢喜心 然后再引导他 比如说你要叫他到佛国进土去 叫他发谱提心 叫他要发愿往生到有佛国土 生在政见家 然后再来 行菩萨道 反正也可以 那么这一些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佛教徒 就是平常就要自己跟自己一样讲 平常就要做 那么你做久了你自己知道 所以苏东坡要走的时候 苏东坡一生流离颠沛 他要走的时候 他跟他的儿子说 我虽然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但我一定会到好的地方去 自信满满 因为我们就是要这样啊 我虽然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但是我去的地方肯定是好的 以业果原理的道理 以我的心来讲 他受了那么多灾难 那么多人伤害他 他依然安住在佛法里面 他不抱怨 你看 他觉得有了佛法 是他这一生最大的福报 就算失去一切 如果你有这个心啊 我告诉你 你肯定会在好的地方 这个好的地方 不是伸到天上降伏 是有佛法的地方 因为什么 你的心跟佛法相应 你跟谁有缘 你未来就会遇见谁 有恶缘就变成冤家 有善缘就变成亲家 其实就是要嘛 我们讲冤亲在主 就是四种人而已啊 会影响你的人嘛 冤跟亲 冤家跟亲家就是什么 报仇跟报恩的嘛 冤家来报仇嘛 亲家就是报恩 来照顾你的嘛 来 就是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的嘛 那个就好像亲人一样嘛 那好像冤丑的 就是来报仇的嘛 来伤害你的嘛 那 债跟主 债是什么 来讨债的嘛 主是什么 来还债的嘛 那么 这 我们周遭的人 其实就是这样的影响我们 那最会影响就是这四种人而已嘛 所以我们要超度冤亲在主 通常占我便宜的人 我也要帮助他 其实就是普提心啊 这个就是超度冤亲在主啊 不然你以为呢 你以为写一张牌子 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把他请到国外去 超度到其他国土去 完整他找不到你 不是这个意思啊 天天在超度累劫冤亲在主 哪有那么多 真正的冤亲在主 就是你周遭这些影响你的人 会让你起心动念 起爱证的这些人 其他的人他也 他做什么他也影响不到你啊 对不对 那么真正会让你起烦恼执着的人 那么这些人都是跟你有缘的人 缘越深影响你的力度就越大 那么缘有两种嘛 善语跟恶缘嘛 那么善缘多的 当然他就帮助你的多 一生照顾你无怨无悔 但是恶缘很重的人 他当然一样啊 一直折磨你他也无怨无悔 他死不甘愿 他就是没有折磨你 他死不罢休 他就是折磨你 那么因为 那为什么他要折磨你 当然你跟他有恶缘在啊 所以有恶缘的人 当然你要解冤事解 有善缘的人 当然你要报恩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啊 那这个不用从你不知道的做 就未来我可能 我的祖先怎么样 不是 就现在你周遭的人 哪一些人是讨厌你的 哪一些人是喜欢你的 哪一些人是伤害你的 哪一些人是帮助你的 哪一些人是赞叹你的 哪一些人是毁谤你的 这一些人 这一些人 你都要发一个心 希望我有能力帮助他 你把这个伤害你的人 帮助他 让他变好 他不好 他才会 他对你有怨嘛 那么你不断的利益他 不断的利益他 这种就 让他变好 他不会再伤害你 他也伤害不了你 是这样子的哦 真的 那当然这样做一开始很辛苦 但是你做一阵子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周遭的善缘越来越多 厄缘越来越少 就算有厄缘 很多善缘会出来 真的 这个是真正的逢凶化集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还有 我有我的经验 我再讲给你们一天 他说 他说当度不如亦处 就是天人基本上 天人啊 死了基本上会做人 基本上 但是有一些也会直接度三二道 有一些也会 度畜生道 度什么道 那么就是因为他之前做很大的善事 升天 但是也做很大的恶事 但是升天往福报想见 就要去哪一个业最重就去哪里 哪一个业比较重就去哪里 其实是这样 那因为在天上 天上修福报的机会不多 不是没有 有 但不多 天上大部分是享福嘛 所以 如果他能 当然也有 有一些天人他会继续修行 就是之前 有些佛弟子在天上会继续修行的 你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 但是多数的佛弟子 有一些升到天上太享乐了 他就忘记修行了 而且时间很长 比如说他可以活一千年 那么长 等到九百年 九百年的时候我再来修行 现在人也是这样啊 福报很大 等我老了再来修行 等我八十岁的时候 我再来吃素 等我七十岁的时候 我再来受五戒 那个时候不会犯戒了吗 这样没有意义 这样没有力量 所以 所以 人都这样了 何况天 天的福报更大 但是有一些也会 有一些也会 天人有一些就是报恩嘛 然后说法的时候他常常会来 会哦 那鬼道众生也有 鬼道众生也有修行的 但也不多 更少 因为他烦恼众 但是鬼道众生也有修行的 我记得 那个鬼道里面有一些是比较有才鬼 我认识一个居士 他 因为他那个 他叫阴阳眼 他可以看到很多 然后他 他每次 因为他可以看得到 然后他每次他说 他跟我说 他在送阿弥陀经的时候 就有一些鬼会来坐在那边听 然后送无量寿经的时候 就更多 因为他们就是要念佛法 我们都是送无量寿经 送阿弥陀经嘛 当然你不管你送什么经 那么 他这些可能 有些就是什么 他过去生也是佛教徒 他是因为造业 或是他起承认心堕入鬼道 有这样子的 承认心要堕入鬼道 那么 但是他还保留 那个对佛法的喜好 所以 听到佛法 就好像你到美国 美国没有什么佛教试验嘛 在你旁边 盖了一间佛教试验 你一定会去看一看的嘛 对不对 听那些 你一定会这样子的 鬼道众生也会 到那个时候就很多 就鬼越来越多 他就很怕不敢送 赶快进房间 就问我该怎么办 我说 那些来听经的鬼 有伤害你吗 也怕鬼嘛 我们昨天讲到 我们会怕嘛 怕鬼怕黑怕死 怕赞母娘 有些说怕老公有小三 反正有一大堆啦 那么 我们害怕的东西太多 我说他有伤害过你吗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怕他 看得很恐怖啊 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害我 我跟你讲 会来听经的鬼都是好鬼 你不用怕他嘛 会来听经的那个 那个你就要怕嘛 听的你还怕他算什么 我说他是鬼你就害怕 我说他是神你就不怕 叫做善神嘛 他就是善神嘛 他都听经都来了 就好像会来参加法会的 你都不用担心嘛 你会来诵经啊 他都来诵经了 他要学习佛法的嘛 所以有些我们是 其实我们就是 有些我们就是执着啦 然后就是想法错误 然后就散称种种执着 就散称种种恐怖 好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来 先来看 他说他会堕到不如意处 就会生到不好的地方 那么你在他奴当于其前 诵读波罗波罗蜜 意思就是 因为他是天地 那么他的这些天人 天子天女 他的子女 那么福报想去呢 天地的福报比较大 可能有些朋友都比子女长 那我们不是 我们都是父母先走 那子女再走嘛 但是不一定啊 因为天地的福报更大 那寿命可能就更惨一点 那他这些天人可能 就是他天人过好几代 他天地可能再过一代 那我们不是啊 我们就是先出生的就先走嘛 那不一样 他说他有一些天子天女 那五衰象限 寿命境的时候 天寿境的时候 那你知道他要躲 躲到恶道去 不如意处 或身在比较不好的地方 这个时候 你应该在他前面送波罗波罗蜜 那这个其实跟地藏经里面讲 这个人要往生之前 是往生之前 不是往生之后 你读地藏经 他是说往生之前 那我们都不是 我们都是往生之后 他请法师来 站到前面送幾步幾步 人都已经往生 一也大部分决定了 但是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 因为有一些 其实是这样的 这人要往生 大部分 都是去哪里大部分决定 有少部分善恶不定的 所以地藏经也有讲嘛 善恶不定的嘛 那其实也是少部分 善恶不定 还没有决定投胎哪一道 那个叫做中阴森 那么多数的 多数的都是死了之后 大概就投胎去了 他不会停留很久 那因为我们的习俗 有一些人他就是 善事也没做太多 惡事也没做太多 或是善事跟惡事差不多 那这个时候就要 这个时候就稍微要等一下 等多久呢 一般来讲也没有几天 那么 基本上佛教的手法是49天 最多 但是这个也有 也不完全 都是这么说 但是 比较就是 统一的手法就是49天 每七天一个决定期 关键期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你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佛教徒 其实他平常五戒十善 八观灾戒 听经文法 其实 不用49天 你也不用什么 要注念八小时 不用 其实 因为我们现在都执着这个 执着要盖往生背 执着要请法师来诵经 执着要注念八小时 而且执着死后 一定要跟他做佛教仪式 而且一定要 要做一个三十系念 反正一大堆 我告诉你 死后做得多 死后不管你做什么 影响都很小 不是完全没影响 但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真的 自己做得最好 自己没办法做 你必须在他往生之前 让他起善念 那起善念有几个方法 就是告诉他 他做了些什么善事 或是告诉他经典的道理 让他对佛菩萨 或是佛法 生起欢喜心 其实是这样 所以地藏经告诉他 这个人 弥留之记 叫他前面送地藏经 其实也是讲地藏菩萨的伟大 让他跟菩萨学习 发善心 其实重点就是发善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死之后做的 其实效用都不大 那么别人为你做的效用也不大 你不要以为七分有一分 没有 那七分也有一分 我找七个人来做 他不就得七分了 不是的 没有不一定 大部分是很小的 如果可以 所以释迦牟尼佛愿意为所有的人做 真的 释迦牟尼佛愿意为所有的人做 但是其实是 多数是 第一个 业就是你要自己做 那么 为什么别人 你没有做 但是你讲给他听 他欢喜 因为业有三种 自做 教他做 见做随喜 随喜心也是业 他也是欢喜心啊 他自己没做 但是他看到别人做欢喜 或是你告诉他 所以他告诉他嘛 你要灵命中之前 地藏间嘛 你把他留下来的东西 我拿你的钱去做什么什么善事 他虽然不是他自己做 但是 是他的钱他要做 他知道他在做这些善事 那么 这个就等同他做了 其实是这样的 然后是他看见别人做他欢喜 那么这个也是他的善愿 这个比较重要了 我们其实佛教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我觉得都要纠正了 要不然就一代传一代 那就一代不如一代 就越来越麻烦 那佛法都不知道 那只知道 只知道花钱消灾 花钱卖功德 结果灾也消不了 功德也不成就 那一辈子学佛做善事 不思辞见 所得的效果甚少甚少 这个印度人说 你在米康里面去找米 找了一天也找不到一碗饭 就是都是在虚的东西做 也不是找不到 有 人家那个米康就是用掉米的那些嘛 你找也多少可以找到几粒 没有剥掉的吗 那你整天在那边找 也可以找得到啦 但是找了一天都不到一碗饭 只是让你不会饿死而已 也没有得到多少营养 也没有能够让你吃饱 那我们佛教有些 现在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形 整天在那些米康里面 找那个米 不是 你要去种稻 时间到了收成 每一棵都是实在的 那你就不要啊 你就不要这样做啊 那天天想着别人做的 然后给你 或是已经道可有的 那个没有 好 我们就往底下看 所以他说 当于其前读诵般若波罗蜜 其实就是告诉他道理啦 告诉他这一些道理 叫他不执取这个世间的一切 或是对这个法生起欢喜心 当然他一般人没有办法就直接就 但是他对这个法 念佛念法念生嘛 一样 他对这个法产生欢喜 他这个善心跟法相应 那么因为他过去的这些善 那么他说 这个是诸天子天女闻波罗蜜 功德故 生欢喜啦 你看随喜心 还生不住 还生到天上去 还本来要堕道 三二道去嘛 因为这个功德 又生到天上去 何以故 文波罗蜜 有大力义故 好 那么这样讲是比较简单的讲 那后面那个就讲得比较详细啦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后面那个经就讲得比较详细啦 那么 再来看 我翻过来 翻过来看 看这个大名品 大名品呢 讲得比较详细 他讲 他一样 一样 一样是这个文 但是他 他这个 劝词品的 就是强调这个波罗金的功德啦 当你念这个经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吗 让一个天人要多恶道的马上就不多恶道啦 那这样讲合不合乎佛法呢 单单诵经就 就变成 我们会误会啊 单单诵经就有功德啦 诵经也有功德 没有错 确实是有 但没有这么大的功德 他真正的功德是从心来嘛 好我们来看 来看这个大名品 一样 他跟诗体华音讲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士生波罗波罗蜜 受此清净读诵 正义念 正义念其实就是如理思维啦 那么不离萨婆罗心 萨婆罗 萨婆罗和龙字作是老波罗 其实就是佛字啦 波罗跟萨婆罗 波罗 波罗 波罗是智慧 先不要唱 波罗是智慧 出生死的智慧 其实是出生死的智慧了 出生死的智慧 解脱的智慧 得解脱 出生死 解脱的智慧 所以叫道彼岸嘛 波罗波罗蜜 一般叫做波罗波罗蜜 道彼岸的智慧 出生死 生死涅槃 生死彼岸的智慧 那么萨婆罗 龙氏作是老波罗 龙氏作是老波罗 薩婆罗 就是更老就是更純熟的智慧 那么它的翻译是佛字 因为这个出生死的智慧 生文也有 阿罗汉也是有出生死的智慧 但是佛的智慧更超越生文 辟知佛 所以它叫做佛智 那有时候翻译叫做一切智 因为佛是一切智人 那有时候就叫做一切智 这个我们稍微要分开一下 因为这两个有时候在一起 有时候就不一样 我们稍微讲一下 就是 这个一切智 一般有时候大致里面有讲到三种智 道种智 一切智、道种智、一切智 这个一切智 有时候就是一切智智 因为佛是一切智人 所以菩提心叫做一切智智 有没有 一切智智相应作应 所以这个一切智是指佛智 就是指一切总智 但是有时候一切智跟一切总智在一起的时候 一切智是指 知一切法的智慧 是生文智 这个稍微要 就是说 有些名词其实它会混在一起 但是你这个稍微要给它分开一下 就是说 一般我们讲佛智 因为佛是一切智人 佛的智慧叫做一切智智 所以一切智就是佛智 那么一切总智也是佛智 有时候我们讲一切智 道种智、一切总智 那么这三个是不一样的 就像昨天我们讲心意识一样 它有时候这些名词 你看它出现在哪里 那么你要稍微把它分一下 如果它是这样讲的话 那么这一切智就是指 身文圆解的智慧 二称的智 道种智 是知道怎么度众生 这个是菩萨智 一切总智是佛的智慧 那有时候一切智就是指佛的智 所以佛叫做一切智人 它的智慧叫做一切智智 所以菩萨智菩提心 成佛的心叫做一切智智相应作义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稍微 稍微理解知道一下就好了 佛法里面的东西 有时候你 你没有把它弄清楚 就是 你把它混在一起 就会 就是 它并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好 那这里讲到萨婆罗 我们就往底下看 他说 不理萨婆罗心 所以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 你 你这个心 不离开这个 我们讲不离开菩提心 那菩提心 大悲心 无所得心 因为什么 因为你 你 明白这个般若 那了解这个般若 那么你不止取这一些 当然你不止取就没有起成正心 而且你还能够从中发起 菩提心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是善了 因为不理萨婆罗心 两正战时 是善男子善女人 送波罗波罗密故 入君正宗 忠不失命 刀剑不伤 那如果后面他这个没有解 我们就跟前面的一样 好像诵经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那再看 他后面就想了清楚 为什么 他说是善男子善女人 常夜行六波罗密 所以他之所以有那些感应 有那些功德 是因为他的善业来的 不单单是因为诵经 因为他诵经文之后他理解 理解之后他修行文师修 那么波罗波罗密 我们说 第一个就是他对一切法不止取 但是对一切法不止取 并不是他不做一切事 他在这不止取一切法当中 他去行六度波罗密 他做一切善事 但是不止取一切法 所以这个就是金刚刚刚讲的什么呀 因 如是身心 怎么样身心 不注色 而行不失 不注身相 他不注色 身相畏触法 但是 他不断的去布施 持戒忍辱 不注色 而布施 不注色 而持戒 不注色 而忍辱 不注色 而肩敬 不注色 而禅定 不注色 而般若 就是他不注一切法 不走一切法 但是他不是不修一切法 他修一切法 不走一切法 不注一切法 修一切法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具有很大的功德 心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他遇到的这些灾难 对他都没有影响 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你看 因为他送般若常常文殉般若 他知道一切法不可直取 所以昨天引用的272间 佛说 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 不会产生过患的 你只要直取都会产生 就算你直取功德 直取你做的善事 你直取都会产生过患 所以他这里讲 为什么可以入君政宗 忠不失面 刀见不伤 这个普门品里面也有 这个就是你送念观音菩萨 那么 入火火不能烧 入水水不能飘 他并不是说你念观音菩萨这种功德 不是 而是 你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的特质是什么 大悲 那么你有大悲心 你就不会遇见这些事 你常常都行大悲心 你都是千处祈求千处印 苦海长舟 你跟观音菩萨一样 哪里有困难你就帮助谁 哪里有需要你你就去哪里帮忙 那么谁会伤害你 就算有一个人要伤害你 那些曾经受你帮忙的人 全部会过来帮你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 你不容易受到伤害 是因为 你常常像观音菩萨这样 起大悲心 不是只有大悲心 依着大悲心帮助很多众生 离苦 苦海长舟渡人舟 你这样叫做意念观音菩萨 叫做你念观音菩萨 你不是念他的名 你是意念 那么理解 那么实践他的法 所以因为这样 你才能够入火 你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入火火不能烧 入水水不能飘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里讲 念波勒经也是这样 他讲 刀剑不伤 何以故 是善男子善女人 长夜行六波罗密 你看 自除淫欲道见 一除他人淫欲道见 就是他读了波勒经之后 我们讲波勒经 波勒经就两个主题 着重在无所得心 不执取一切 特别是我空法空 甚至不执取这些法 法跟非法都不执取 那么所以他的心常常包住 在安定智慧当中 定慧当中 三昧当中 那么他又广行菩萨道 觉者无而生生意 显法菩萨的广大行 他知道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不决定 所以他努力去做 他应该要做的 那么我觉得 我们佛教徒 到底要做些什么 第一个 第一个 一定要做你想做的 你不想做的 那个都会勉强 勉强久了 勉强不久 一定会退转 你要做你想做的 可是你想做的那么多 有些不一定应该要做 想做的里面 你要做你应该做的 有些不应该做的 但是你想做的 那后来会让你受苦 就是说 第一个要做你想做的 才能持久 第二个要做你想做的里面 要做应该做的 就是哪些是你应该做的 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所以佛讲四种证件 哪些是善业 哪些是恶业 善业应该做 恶业不应该做 哪一些对你现前有利益 未来有利益 这个要做 哪一些对你现前有利益 未来没有利益 这个要简直做 现前没有利益 未来也没有利益 这个不要做 你要知道这些啊 那那么多要做的 你要知道 第一个做你想做的 欢喜做的 那个才持久啊 被勉强的都不持久了 那么第一个想做的 想做的里面 要找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那么多 要先做你能做的 你能做的 做了一下 有成就 慢慢慢慢慢慢 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 你本来不能做的 后来也能做 那么你一开始就要挑战最高的 每次做 每次作折 每次失败 后来 你以为那些很容易 你不屑作 那么你想挑战那一些 你做不到的 结果每次失败 每次作折 后来能做的也没有做 不能做的也做不了 那后来就不做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一要记得 做你想做的 做你应该做的 做你能做的 那么 基本上 这个都是菩萨 菩萨道里面有六度嘛 布施慈见 比如说 布施里面最高的就是舍头目脑水 这个我们不能做 现在先没办法做 就做你可以做的 你能做的 你能力范围就是 我帮助这些人 帮助那些人 就可以 一样 那么做你想做 应该做 能做的 能力所及的 那么你的能力 会因为你做这一些 不断的增长 你的发心 会因为这一些 不断的广大 那么 渐渐渐渐 你就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有能力 越来越往正见 而且你的善心越来越大 那么善心抢的时候 变成一种习惯 善业强 你有善因 就善心嘛 你有善缘 一般我们讲就几个嘛 你有善缘 有善缘很重要 有善缘你 因为我们有时候过去有造一些恶业嘛 有恶缘来的时候 这些善缘 就是我们叫贵人会出现嘛 然后他就会帮助你 离苦得乐 孝灾免难 因为你过去帮助很多人 或是你过去做很多善业 你帮助的人 并不是你帮助的人 会来帮忙你 不是 因为你帮助的人 如果现在还在二道堂 你会帮你 对不对 是因为你帮人 你会感应到那些喜欢帮人的人来帮你 其实是这样的 就好像 就好像 你在人家贫苦无医的时候 你帮他医病 那么以后你有病的时候 并不是你帮他医病的那个人医你 而是喜欢帮人家的人来帮你医好你的病 那么也有可能那个人来帮你报恩 但是就算你帮助的人都还在二道 那么你会感应到 因为你这个心 那样的心就会感应那个缘 善因善缘 那由善业来善心来 那我们讲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那个善心嘛 那善心 心生种种法神 心灭种种法 敢照那个缘 那么你依这个缘照那个业 那再结下另外一个善业 那再启发 善心就不断地增长 善缘不断地增广 广绝善缘就是这样 善心不断地增长 善缘不断地增广 善业就不断地怎么样 越来越成长 其实就是这样嘛 那么你渐渐渐渐 再把智慧加上去 那么就越来 你的菩萨道 就越来越稳固 越来越稳固 生生世世都不会堕三二道 而且都会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假设在没有佛法的地方 那是你发愿要去的 去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弘扬佛法 你会遇见佛法 生生世世不离开佛法 这个也是《波罗经》讲的 你如果读《波罗经》 你就会知道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你看看 他说 智慧人已运渐渐渐 这个贪 其实这个是贪 贪称吃的 智慧称慧道渐 你看 这个就有跟你讲原因了 其实就是你有那个心 那么智慧称慧道渐 易除他人的称慧道渐 就是你自己不贪 看见别人贪的时候 你想办法 引导那个人 让他也不贪 你自己不杀生 看见别人杀生的时候 你用试色法不施爱与立行同事 帮助那个人也不成 也不杀生 那么这样你就与他有恩 那么你当下善心增长 善缘增长 善业增长 善业增长 那么这个是最好的 消灾免难法 比你点多少的灯 写多少的 冤情债主牌位 还有效一万倍 一百万倍 真的 那么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 智除 鱼吃刀剑 易除他人 斜剑 鱼吃刀剑 一样的道理 就贪嗔痴 斜剑 烦恼残垢 就是烦恼 别人起烦恼的时候 你安慰他 用佛法来安慰他 你说我不懂 不懂就学啊 不懂就学啊 那么学会了就要教 因为常常讲 常常想 我们讲过嘛 第一个 第一个一开始不知道 常常听 就闻嘛 听了之后要想 思维嘛 想清楚 想明白 常常听 常常想 那么要深刻 这个就要常常讲 你说我又不会讲 哪也不会讲 你如果这个人怎样 这个人要 给你念一个小时 你都念去 你念的是 家家南本来念的经而已啊 现在叫你念波勒经 你就不要 那家家南本 家家南念的那本经 你就天天念 你不是不会讲 很会讲 只是 只是你不愿意讲这个 现在换过来 那个不如意 那个什么 少讲 那个谁伤害你 谁看不起你 谁轻视你 谁怎样 谁怎样 那个少讲 现在多讲的就是 观音菩萨怎么说 这个道隆法师怎么说 这个佛陀怎么说 那个儒正法师怎么说 那个神爱的师父怎么说 你就讲 要这样就这样 常常听 常常想 常常讲 那个谁怎样 谁怎样 谁又怎样 谁家的女儿怎么样 谁家的儿子怎么样 那些少讲 久了久了 你的口业就清净 你的意业就清净 不是吗 那一开始当然没办法做到 那么好嘛 但是渐渐渐渐 渐渐渐渐 渐渐渐 就会变好 这个其实是最实在的修行方法 那如果我们没有 这些我们都不管 只记得 要诵经 要拜颤 要念佛 你念佛跟佛不相应 拜颤都没有颤悔心 念经都不知道经在讲什么 他能够就好像吃东西吃进去 都没有消化又排出来 你能得什么营养 吃的饭比别人多 可是身体比别人差 为什么 没有营养嘛 念的经比别人多 念的佛比别人多 拜的颤比别人多 烦恼比别人多 有什么用 没有消化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基本上就是 你一般就生口意三页而已 但生口意是从意业来的 所以观念 错误的观念 会偏差的行为 错误的观念 会引发偏差的行为 就产生痛苦的结果 所以一开始 《波罗经》其实就是 告诉你怎么修行的 其实就是这样 第一个 当然我们说都不执着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会执着啊 我也会执着 但是执着有分啊 执着的程度 执着的时间 执着的次数啊 烦恼一样嘛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减轻 次数减少 以前常常念 一下子看到不念又很辛苦 看到谁怎样不讲又很难过 八卦性格很厉害嘛 那现在不要 现在不要 现在不要讲谁讲什么 谁讲什么 现在要讲佛讲什么 菩萨讲什么 师父讲什么 那么常常这样讲 你就会常常这样想 常常这样想 又常常这样讲 这个就是什么 制作 教他做 看见别人这样想 欢喜 见作随喜 就这三种业嘛 你一天里面多造几种这种业 你的业就越来 我告诉你 你这样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间 决定会到好的地方去 苏东坡 你看 他一身流里颠背 又被流放到海南岛 又被流放到广东 就好像被放到非洲一样 那 而且他是 他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 但是因为他就不 反正在这个世间就是这样 但是他没有抱怨 没有抱怨 他依然很安然的 其实他是 我觉得他是有波罗气氛的 他觉得这个世间本来就这样 他还兼 他一样做他应该要做的事 做他想做的事 做他能做的事 正确的事 应该要做的事就是正确的 能做的事 那么那么多里面 当然想做的 应该做的 能做的 他做的 那么到他 他这一生 还没离开之前 他活得很安然 他走的时候 他也没有恐怖 没有寡爱 苏东坡算是很厉害 他的那个妾叫做 叫做什么名字 我忽然忘了 也更厉害 他要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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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什么你知道吗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行 如如如电 英作律师官 走啦 厉害 对这个世间 就是 这个就是波罗经的 这个 就是 他是念金刚经的六如记 好像 彩什么 彩云 我忘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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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赵云 对 王赵云的样子 对 你厉害 我忘了 赵云 对 好像是王赵云的样子 赵云 对 他的一个妾 那么 我们 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 就是对于这个世间 就是我们如果读波罗经 我们如果读波罗经 其实就是要有这种 不注射身相位出发的这种 这种 就是对世间 你说完全不执着 那不可能 真的 但是你一执着的时候 你就告诉自己 就是告诉自己 漸漸漸漸 你就会不执着 真的 你说这样有效吗 有 所以有些人没有信心的 一早起来都要照镜子 看着自己 然后要微笑 然后告诉自己 告诉自己怎么样 我这一天会过得好 我怎样 就是你要让自己有信心 然后一样 你每次跟自己讲 每次跟自己讲 如果 如果有人天天跟你讲 你怎么那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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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讲你会生气 讲久了之后 有一天你做错事情 怪不得人家都说我笨 你开始承认自己笨 真的 为什么 这个就是 久了久了 久了久了 慢慢你就认同了吗 是不是这样 是啊 那么 那妈妈你认同自己笨 那别人你就越来越笨 那别人越笨 别人就越来越讲你 那你就开始就变成 我就是笨啊 执着也是这样 那你开始慢慢讲 我可以改 无自信嘛 波罗就讲无自信啊 笨也是无自信的 烦恼也是无自信的 执着也是无自信的 我让他相续 他才坚固的 我让他断相续 他就不坚固 所以佛法的烦恼在断相续 佛法的智慧在相续 所以为什么要若一日到若七日 一心不乱 为什么要敬念相继 他就是要他产生力量啊 为什么要一直念咒 念经念佛 让他产生力量 但是这种力量 最大的力量来自 智慧跟慈悲相应 智慧跟慈悲相应的力量是最大的 神通是共外道的 他也相续啊 他有力量啊 外道也有啊 可以飞天啊 可以宜山倒海啊 阿修罗也有力量啊 天脸也有力量啊 有啊 怎么会没有 那个大力鬼也有力量啊 但是他没有慈悲跟智慧相应 那么 所以境界来的时候 他也会造恶业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学习波罗 今天如果这个波罗经讲完 大家都要变得有智慧 真的 那么这个智慧并不是说 你就会让你幸福 不是 就会让你好像就是会有感应啊 会什么一大堆 没有不是 是你遇到事情 你不会起烦恼 起了烦恼很快能消除 是这样 就是你不会有那个烦恼 那个是最大的 那个是最大的感应 从烦恼初到变成烦恼很细 从烦恼重到变烦恼轻 从烦恼的时间很长到时间很短 从烦恼的次数很多到烦恼次数很少 这个是佛法最大的感应 不是你等一下见 梦里见阿弥陀佛 等一下 等一下又见观音菩萨 等一下又见到光 等一下又见到莲花 不是这个 见到法 跟法相应 这个是最大的感应 让你的心善法比恶法多 清淨法比杂乱法多 初世间法比世间法多 这个是最大的感应 不过有今最大的感应在这里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你自作自己除这个烦恼 也帮助别人除烦恼 他为什么说刀剑 会伤害人的吗 会伤害人的就是刀跟剑 然后有时候叫做病 就是你因为他你就会失去光彩 有时候叫做贼 贼就是什么 因为他你会失去功德 这个有讲到经验比说 这个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学佛 那你知道那个台湾人 尤其是乡下人 我们在乡下 那乡下人讲话很粗 你知道吗 都是三字经 那就是台湾 那都是一讲出口 就先问候别人父母的那一种 那我们在 我们周遭邻居的那些伯伯叔叔 很多也都是这样 那我们听久了就觉得 刚开始我们不会讲 那后来就觉得 你讲我不讲我吃亏啊 你看到我就问候我父母 我如果不问候你父母我吃亏啊 就开始会觉得 刚开始我们会不讲 我们觉得那个没有教养 那时候我还年轻 我才十几岁 我记得是国中 国小 国中国中的时候 那国中就是很调皮嘛 然后就开始 人家说要长大人 要转大人的时候 然后就会开始好像叛逆 就开始要学抽烟 学喝酒 你不抽烟 人家就说你没胆 没肿 反正那一种的 然后就开始满口三字经 我就觉得 你讲我我不讲你 我吃亏 但是讲又讲不出口 后来就 你讲我要讲你 那这种观念就变成 这个到多数人的观念 但是我一生中很少讲这个 不会太讲 我像讲过一两次就没讲了 我有一次 因为你讲我 我在学校嘛 你讲我不讲你 我吃亏嘛 那虽然你也没有恶意 但是 我就感觉到 好像就是 这个就是变成 把讲粗话 变成一种文化 那这个其实是错误的 这不应该 这是错的 那其实这个是二口业 这个是二口业不好 那我二口业不多 那么 后来 后来我回家的时候 有一个人这样讲我 我就这样讲他 被我妈妈 听到 一巴掌就给我打过来 我从此以后 没有讲过粗话 从此以后 没有讲过粗话 后来 学了佛当然就知道 会这样想 也不会 就是人家骂你 人家讲你 你也不太会讲人家 因为我们会觉得 你伤害我 你用原语伤害我 我如果没有回经给你 那么会 第一个 我们会觉得我吃亏 第二个 你以后会一直伤害我 然后 你会看清我 就是 我们说老虎不发胃 你把我当病猫 你当我塑胶做的 那么我们会这样想 但这样想是错的 烦恼是贼 你想想 你每造一个恶业 恶口 起一个恶心 就算你这个恶口 不是恶心相应的 它还是恶口 何况讲久了 变成恶心相应的 好 那么烦恼是贼 贼就是什么 贼一定偷你家 知浅的东西嘛 他不会去你家偷垃圾嘛 所以 我们身上 德性里面 最直浅的东西 垃圾是什么 就是烦恼 直浅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的慈悲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忍辱 那么这一些 那么当你称恶心 起来的时候 你的慈悲心就不见了 那么 当你 当你忍不住 出恶口的时候 你那个忍耐心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是什么 你的功德 一念称心去 百万战门开嘛 那烦恼是贼 就是 一旦你有这种烦恼的时候 你内在的 好的 好不容易培养好的 那个德性会渐渐渐渐渐损失 缺一块缺一块 慢慢慢慢流失掉 好像那个堤防渐渐渐渐流失掉 后来会溃停一样 那么烦恼一来 挡都挡不住 那么 所以 举个例来讲 假设 这个一个人 这个一个人被烦恼侵袭 就好像他的家被贼侵入一样 那么这个贼的力量越强 贼越多 偷他家的东西是越多 也常常来 这一家一定很贫穷 这个人常常起烦恼 这个人的德性一定越来越差 他偶然一定 比较会堕三二道 就是贫穷 没有办法治理 没有办法治我 那控制不是住室嘛 所以你想一想 假设 这个人以前我们会这样想 后来学了佛当然就不会了 你要观念转过来就好 以前会这样想 你骂我 我没有骂回你 我吃亏啊 不是这样 那我会让你看不起 以为我怕你 不是这样 你想想 假设这个 我们说嘛 这个人 有烦恼入侵 就好像有贼入侵一样 他的家一样 你看到这个人的家 假设 你看到这个人的家被贼入侵了 你会不会想 为什么贼只偷他家 不来偷我家 是看不起我吗 你会不会这么想 不会啊 你绝对不会这么想啊 对不对 你说还好我家没有贼 是不是 你绝对不会说 连贼都看不起我 不行 我一定要叫他来我家 你不会这样嘛 那但是你看到这个人 起称任心 就好像他有贼 你现在以后 假设有人骂你 你现在不要先想他骂什么 这个人的家遭贼了 我要好好防护 不要让贼进我家 你要这样想 就是这个人已经烦恼入侵了 对不对 我现在要防护 不要跟他一样 不要让他的贼 又来进我的家 因为他起烦恼的时候 贼进他家了 他骂你 你接受了 然后你又骂为他 你就好像把他的贼 邀来我家一样 有没有 你好好想这个字 是不是 可是姐一来 你那个本来平等平和的心 慈悲的心就不见了啊 是不是被偷走了 是啊 那这有点像是什么 你家招小偷 怎么可以我家不招小偷 对不对 你骂我怎么我可以不骂回你 那我会被你看清 我会被姐看清啊 那连小偷都嫌我家没钱 你绝对不会这样想 所以你观念你转过来 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恨可恶 你只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 天天家都招小偷 是不是 你看见他招小偷 你一个观念就是可怜他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就是帮助他 帮不了他 你要防护自己 不要让小偷进来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所以你好好想 你有智慧 我告诉你你不用忍耐忍耐 忍耐到很痛苦 又要想办法 怎样怎样 可是你又觉得很不平衡啊 很不平等啊 忍耐久了会生出病来 可是你不用忍耐 你这个观念下去你就觉得 你会起慈悲心 而且会防护自己不找小偷 而且会对他常常找小偷 生起怜悯心 然后会庆幸自己有学佛 知法 而且可以依着佛法 所以我不会像他那样子 那你不会去计较他骂我什么 他怎么骂我 怎么可以这样骂我 你不会这样想 你只会想 这个人一直有烦恼没办法 贼入心啊 我什么办法 自处斜剑刀剑嘛 自处称称大剑嘛 你意处 你想办法帮忙他 你说我没有力量 那你就要好好学习 让自己有力量 你这个心啊 你这个心就是波罗波罗蜜的心 菩萨的心 你怎么会有灾难 你送这个叫做送波罗波罗蜜 你送此这个波罗波罗蜜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能不逢灾 就是逢凶化吉呢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他讲的道理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之后 真的是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欢喜啊 欢喜 然后你就会表现的 不是因为你世间心 世间想 你就是什么 贪嗔痴嘛 平常说的都是念佛念法念僧 实际上心里面都是念贪念僧念痴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就是会这样嘛 那么 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 有智慧 有智慧的心就是有波罗的心 你不会只取世间的一切 但你会怜悯一切世间的人 你会看见别人起烦恼的时候 你会防护自己的心 然后会增长自己的慈悲心 其实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啦 所以你看 自除缠够刀剑 因为刀跟剑就是会伤害人的嘛 那个人为烦恼所伤害嘛 那个人为这个 为这个剑所赦嘛 烦恼剑所赦 烦恼刀所伤嘛 那么所以自除劫始 一样是烦恼 亦除他人劫始 教世家 亦是因缘 你看 这个就讲得清楚啦 那前面是列说 你就会以为我送波罗经 我就不为刀剑所伤 我念观音菩萨 就水不能飘 火不能烧 不是啦 他这样讲是后面有他的因缘啊 你要依着观音菩萨所说的 你要像他一样的大悲心 要像他一样的 一样的这样的 帮助其他人的心 你不跟众生计较的心 不会 大悲就是没有怨恨 对一切众生都没有怨恨 而且要帮他离苦的心 你有这个心 你当然水不能飘 火不能烧啊 水是什么 贪嘛 火是什么 撑嘛 你想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 你怎么会在一切众生上起参生仙 你想要帮助众生一切离苦 你怎么会贪他的东西 那么偷他的东西 让他受苦 不会嘛 那个就是水不能飘啊 贪水撑火煽不了你嘛 那你内心中没有贪水跟生活 你就不会遇见实际上的水火 让你损失嘛 让你受伤嘛 你就没有那个业啊 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啦 那我们不知道以为 多念观音菩萨 那么我们就平安无事 不是啊 你那个念不只是念那个名号啊 你要意念他的功德嘛 念佛的功德嘛 所以我们讲念佛生死 念佛成道死 念佛度人死 念佛出生在这个世间 怎么样利益这个世间 给世间带来什么影响 他怎么帮助人 他怎么修行的 这些你要想 我也要这样做 那这样我告诉你 你念波勒经 你就有他的作用 好 我们先把这个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善男子善女人 文士生波勒波勒密 寿辞清淨独颂 寿辞就是把他意念在心 寿辞其实不忘 寿辞不忘其实就是陀罗尼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那个也讲到后面的咒了 再来讲 寿辞那么清淨独颂 清淨就是依着他修行 然后独颂 正意念如理思维 不理撒佛洛心 就不理这个菩提心啊 就是你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学波勒 要成佛的嘛 成佛做什么 要度众生的嘛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 若以毒药薰 若以古道 若以火坑 若以深水 你看跟普门评讲的一样 若以刀杀 若以齐毒 若是众恶皆不能伤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何以故 是波勒波勒密 是大明咒 是无善明咒 好那这个事 我们等到后面再来讲 就讲到咒的时候再来说 它其实就是这一段文 那么这两段文 这一段大明的 这个是讲得比较清楚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所以它这里讲到 这个 以无所得 无挂碍 无恐怖 那么部位里面最早是生死部位 那么从这个波勒经的里面来说 应该也是指的生死部位 因为它就是讲 就是它这段文 如果是依这样来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天人 或是怎么样 要死来 要跺到哪里去 害怕啦 恐怖啦 所谓离生死部位 那么远离颠倒梦想 那么这一些颠倒 四颠倒 颠倒主要是四种颠倒 四种颠倒 好 没关系 就在这里 是四种颠倒 四颠倒 四颠倒是哪四种颠倒 一般我们说的 那四种 常乐我尽 对 常乐我尽 四种颠倒 就常乐我尽四种颠倒 常 其实是无常的 你以为常 乐 其实世间是苦的 你以为乐 以苦为乐 就是生死是苦的 轮回是苦的 你却在生死中 那么取乐作乐 然后还乐此不疲 那么无欲 其实会引来过患 让你苦 你却在无欲里面 乐此不疲的 在无欲里面享乐 常乐 我 其实是无我的 那你却一直以为有我 那么常乐我尽 其实是不尽的 你却以为尽 好 这个是一般我们讲的 四种颠倒 那么一般阿含经里面都是讲 无常苦空无我 一般都是这么说 所以 波罗经说 什么是波罗波罗蜜多义 什么是波罗波罗蜜义 是无常义 是苦义 是空义 是无我义 波罗经里面有这么说 那么其实他基本上就是无我 好 那远离颠倒 梦想 其实就是妄想 他就是妄想 那么 究竟涅槃 那大概这里讲的是 就是 如果我们以这个 这个 魔后波罗蜜经来讲 就是你会 你会因为 无所得 无我 这个就是无我 你因为波罗 你关照 没有法职 没有我职 有我职 当然 你就有生死 你就有生死 生死不畏 有我职 有职 你就有瓜爱 那你没有无所得 就是有所得 有所得 就是有所职 有所职 里面不离开我职 跟法职 那不管你是职我职法 你都有瓜爱 所以 你无所得 就无瓜爱 有所得 就有瓜 有瓜爱 就有所职 执着不离开我职 跟法职 那么 不管你有我职 有法职 你都不能解脱生死 你都不能解脱生死 所以他就有生死的部位 他就有生死的部位 那么 这一些 都是什么 其实 都是你的颠倒妄想 其实是这样 所以因为你无所得 所以你无瓜爱 无恐怖 不远离颠倒妄想 那么你就怎么样 可以解脱 自觉涅槃 就像二七二经讲的 不着这个 就是不取这个色身相畏处 这是一切法 那么你不取这一切法 那么你就不取着这个世间 于诸世间无所取着 无所取着 自觉涅槃 一样的道理 好 那么讲到这个恐怖 我们还有另外的要说 波罗经里面 还有一个地方在讲恐怖的 部位 他通常是这样 不经不部 不经不恐 不部部位 全部把它擦掉好了 全部把它擦掉 波罗经里面 还有在讲到恐怖的 我们记得金刚经 金刚经里面讲 若附有人文说四经 不经不部不畏 有没有 就是 这个在波罗经很常见 那么 不经不部 不恐不畏 那么这里也说是恐怖 你如果读波罗经 他通常有这样的 不经 不恐 不部 不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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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恐怖畏 好 那么 字论里面有讲 他说 这个五步 文必尽空 如刀伤心 就是对于 我们刚才讲 这个恐怖 是生死的恐怖 但是波罗经里面有另外一种恐怖 就是什么 对于一切法 空的恐怖 对于一切法 必尽空的恐怖 五步就是佛陀灭后 佛陀灭后 佛法流传的时候 分成五步 那就是五个不派 那由他写成五百步 那应该是五步 五百步 五步文必尽空 就文诸法必尽空 波罗经就是讲这些的嘛 我空法空 他说五步文必尽空 如刀伤心 那么在这个波罗经里面 他想 我们先来引波罗经 他说 就摸合 摸合波罗波罗密经 我现在写的波罗经 我现在写的波罗经都是摸合波罗波罗密经 波罗经建一 建一 那么 他说 菩萨摩侯萨 行波尔摩侯萨 于诸法无所见 其实就是无所得 于诸法无所见 事实 就是你有无所得的时候你就没有恐怖 那我们说 如果依照经文 导师也是这么说 只要是指生死的恐怖 但是波罗经里面讲的恐怖 还有另外一个恐怖 就是对于必尽空的恐怖 事实 这个时候 你就没有恐怖 没有什么不经不畏不布 事实不经不畏不布 那他又说 菩萨摩侯萨 他说 什么叫做波罗波罗密多 因为我们要跟无所得那一段文稍微 所以我们也有理解一下 除了生死的恐怖之外 还有所谓 那么波罗经里面讲 无有恐怖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在说 对于这个波罗的理解 那么因为你如果有断灭的恐怖 就是你会觉得一切法无所有 就是断灭了 你会产生极大的恐怖 那么这一部分 你因为你真正的理解波罗不是断灭 所以你也不会起这种恐怖 波罗经里面很多经文都有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 他说 这个洛菩萨摩侯萨 波罗经里面讲 出发一菩萨 闻诸法必尽空 闻一切法空 也会起恐怖 出发一菩萨也会恐怖 他心里面会想 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 那我做了那么多善事 是不是都没有效 我修那么久没有用 就是他会变成断灭的恐怖 这一部分 我们来慢慢看 他说 菩萨摩侯萨 如是思维 如是观 怎么思维怎么观呢 前面有一个经文 他是讲 如是思维 如是观 如是观时 那么这个这样讲 是前面有一段经文说 若法无所有不可得 就是无自信 就是我们讲的前面的无所得 若法无所有不可得 是波罗波罗蜜 这个就是波罗波罗蜜 就是波罗要说明的东西是这样子 所以行身波罗 你一定要这样去观 才是行身波罗 是波罗 那当然这个法的内容 就从五义开始 到无自幽得 是波罗波罗蜜 前面有这样文 就是这样观 菩萨摩侯萨如是思维 如是观时 心 你这个心不默 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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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畏 当知是菩萨 不离波罗波罗蜜行 所以这个也是无有恐怖 不离 他就是在行波罗波罗密 不离波罗波罗密行 就是依着波罗波罗密修行 那也是前面说的 你在送波罗波罗密受辞读诵清净 那你就有那些功德 就是你要有这种心 而不只是你只是送那些经而已 那因为时间大 那么其实我一开始 送的最首的经就是心经 那么我一开始送心经 一开始是因为 我好像在十几岁的时候 大概应该是十三四岁吧 忘记了不知道几岁 好像很年轻了 然后睡觉有鬼压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好像就有那种鬼压船的经验 就是忽然间有一个东西把你压住 然后压得很重 然后你起不来 可是你很清醒 但是你就起不来 那一种 那会害怕 就开始念心经 其实是这样 念了就没有来 没有那种现象 当然这种医学像又另外一种说法 不过 那时候我念心经念得很熟 非常熟 这个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再慢慢来讲 讲这个无有恐怖的这种东西 那么你用 就是说你《波尔经》 你无所得不执取一切法 你要怎么样去观照 那么才能够让你在这个世间不起烦恼 那么遇到那些不如意的怎么样 你要去怎么去想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不执着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并不是你念了念了 那么他就自然 《波尔经》就自然可以出烦恼 不是的 你要如理思维 要正义念的 这里叫做正义念 其实就是如理思维 那如理思维 不是想一下就不想 那个心没力量 如理思维 专心理思维 要专心的想 要常常想 那么常常想 还不够深刻 就要常常讲 记得 要常常讲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明天再继续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我等于众生 对 我啊